譬如這個勞力供應距體供應數量和時間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如果事情是有持續進修基金提高了 這些人繼續進修 進修究竟這些人工作的數量和時間會怎樣? 你起碼知道要上學,上學的話就會上班的時間會少了 所以讀書、教育永遠和工作是沒有辦法完全並行的 一定是做了一樣,或者是做多了讀書就會做少了工作 這個就會令到勞力供應會下降 所以這條題目說勞力供應要上升這兩個,要上升其實就不行了 但是它會令到生產力怎樣呢? 你教育多了,你做事就厲害了 所以生產力就會提高的 如是者,你會看到有一系列的常見的這些元素 你試試看下面 這裡,入讀大專源後,根本又是教育 下面提供更多的訓練 這是生產力,可以嗎? 好,接著下面 你會看到更多全日制的副學校學位課程 又是教育,其實它給你的考核點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教育之外,還有什麼常見呢? 我們再找吧 移民 移民就是工人的數量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如果跟那些勞動人口走來走去有關係呢? 那就是勞力供應受的影響 然後還有一種假期 假期會怎樣? 你只要假多了的話 那你工作的時間就會少了 所以多假期 勞力供應就應該是下降的 那下面你會看到有效的 譬如這個 又是市產假 接著有公眾假期的 它有出國,你可以慢慢做下去就會看到的了 好了,那接著還有沒有一些常見的呢? 有的 發併的 最低工作年齡或者是退休 退休年齡,OK? 總之你自己的普通常識 不要問那件事好不好 而是問究竟 這些人 在歲數之下 究竟可不可以做事 16至15歲 即是說以前的15歲是不可以做事 現在是可以做事 那可以做事 所以它的勞力供應就會上升 好了,譬如說退休年齡 由60變成65 那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65歲 以前是不可以做事 現在是可以做事 那就是多人做了事 那這種也是勞力供應的上升 OK? 好了,那這個就是勞力供應去常考的東西 好了,接著我們再看看 這個勞工生產力 好了,勞工生產力剛才說過一些原因 那所以呢,其實 它要是給你一些數目計算 計完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產出質素 不是產出質素 產出的生產力的分別 然後就問你 啊,那究竟哪個是會好一些 或者是哪個 為什麼那個會差一些 OK?行不行? 好,那我給這條題目 就是比較經典的 就是它會給你一些交通津貼 OK? 鼓勵他們就業 然後就可以獲合資格 就可以獲得津貼了 那究竟這個會不會影響勞工的生產力呢? 喏,這個是會令到勞工呢 願意去翻多一些遠一點的工的 但是它的生產力就不會因爲這樣 它不會厲害了 那所以 其實 那個重點就是 生產力是說的會厲害不厲害 那厲害不厲害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 它的教育水平 OK? 第二 它的工具的水平 OK? 第三 它的管理上的水平 就是分工的程度行不行 OK? 大致上是這三大九的 就是人本身是不厲害 它的工具是不厲害 OK? 以及管理它的方法是不厲害 那當然 還有一個的 就是它回報 工作環境、薪酬、計算工資的方法 這些都是會的 那因為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如果你是多勞多得 就是計算工資的話 那它就會 哇 打個雞血這樣 很興奮 我要做得努力一點 那這個就會令到生產力提高 OK? 那這四個大類的了